各位同学看一下这张影片 针对科技创新的我们一个设计案例的一个示范 跟一个过程的案例 让各位同学可以知道说 我们是怎么样进行这样子的创新部分的一个执行 针对科技创新的部分 我们所观察到的问题是比较社会现象的问题 例如到我们观察到社会现象的单身 开始重视的宅经济 因为一个人独自生活的时代已经来临了 导致少子化、不昏族或是饮法族开始暴增居多 再来就是生活的压力太大 很多人在工作或者是学生 他们的工作压力及他们的课业压力 其实都是很大的 导致他们的生活会比较故障乏惠 而渐渐影响到他们的身体健康 跟他们的一个心理上的一个健康 再来就是我们现在的趋势 是进行到了工业时代的4.0的一个阶段 所以就是一个IoT物联网的时代的来临 一支手机来控制生活中的一些家电的时代已经来临了 表示智慧型手机的重要性跟广泛性已经非常非常的普遍以及普及 像手机、平板或者是比较现在的比较趋势的像穿戴式的装置 穿在身上的一个科技的一个装置的时代已经来临了 OK 那我们眼睛所发觉到的就是单身的问题 生活压力的问题 还有IoT物联网时代来临的这样子的一个趋势 这样子是我们观察到的我们的一个问题跟一个趋势现象 所以我们就透过这样子的一些所发觉到的这样子的趋势跟问题 我们进来慢慢的带出我们该如何的运用这样子的趋势跟解决这样子的问题 同学可以对看一下这张影片 那在对应我们之前所提到的就是我们所发觉的问题是什么 就是单身中式宅品味这样宅经济一个人的时代来临了 那我们所要运用的技术层面是什么呢 我们希望可以搭配的现在的物联网工业试点点这样子的一个趋势 物联网的兴起 使得智慧型手机开始越来越的重视 平板装置也越来越重视 我们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技术层面 我们就是希望可以透过穿戴式装置跟穿戴式配件 可惜式配件来当注出我们的技术的一个来源 好 我们希望解决什么样子的问题呢 就是我们希望能够在环保议题的重要性的认识跟认知 还有在材质上的可以重视它的可回收性 重视它的重新再使用再利用 我们希望可以找到一个透过一个材质可以回收的最重要的一个过程 然后我们希望可以搭配着我们的物联网来设计出 是否可以设计出一个针对现在生活趋势 生活工作比较繁忙的一个疗愈性的商品 来达到一个减压 试着让现代的人的工作压力 还有学生 他们科学压力可以适时得到一些些的释放 透过可以设计疗愈性商品 然后我们希望能够带出材质的环保跟安全节能的一个特性 搭配着现在物联网趋势 手机跟平板装置的盛行跟普及化 来因应到我们的宅经济 一个人的时代 一个人的生活的一个趋势 那透过这样子的四个这样子的四个点 四个这样的项目之后 我们就慢慢的可以带出我们所观察发觉到的问题 要怎么样去解决它 然后针对科技创新 我们带出什么样子的技术 配合什么样子的趋势 我们要试了如何把这样趋势跟怎么样子的可环保回收的材质 设计成为一个可以减压的一个疗愈性商品 同时可以搭配着我们的智慧型手机 跟智慧型的装置配件 而在材质的部分 我们使用的是EBA的这样子的可回收 可二致回收的发泡塑胶 而EBA这个发泡塑胶 它有很优越的一个防水防摔防震防滑 然后容易加工 然后材质可以比较偏软也可以比较偏硬 透过密度的控制跟它的硬度的控制 我们就可以透过我们所要设计的一个方向 例如说我们比较偏向于手部操作的跟手接触的部分 那它的材质就不要那么的硬 我们就用低密度的部分 它是一个坐垫或者是一个脚踏垫或者是一个汽艇 一个船的话 我们就希望用中密度的部分 来达到它同时材质质地轻 然后也不容易因为冲击或缓冲的部分 导致它很容易受伤 好那针对高密度的部分的话 它的防御效果就比较高了 高密度的部分它的质地就比较密 所以说它在防震防摔的这个区块的时候 它会非常非常的扎实 所以通常高密度的一个EVA发泡材 我们都是用在于高精密的这样子的设备或仪器 或者是安全帽头盔里面的内离 还有打圈圈道的护具 还有重机骑士在穿的重机外套里面 其实也都是用防撞防摔的EVA 那这样子针对低密度 中密度跟高密度的这样子的分配 跟有效的运用 来了解这样子的技术层面 我们该如何的去有效的去控制它的硬度跟密度 然后应用在对的创意上面 那这样子同时可以达到材质特性的再运用 材质特性的延伸 还可以达到传统产业的转型的 这样子一个科技创新的一个需求 而所做出来用透过EVA发泡材所做出来 就是一个很可爱的一个桌上的疗愈性的一个 放置平板的一个手机做设计 它同时可以直放也可以横放 那当它不放手机的时候 它就是一个桌上的 你办公桌前或书桌前的一个疗愈性商品 搭配了现在物联网的趋势 手机的盛行把它设计成为一个手机架的设计 那同时也运用到这样子的材质特性 让它的质体比较轻 同时材质本身可二次回收 而不需要任何工具 就可以让消费者买回去自行的DIY组装 放在桌上就是一个很可爱的一个疗愈性的一个宠物 像猫咪啊松鼠啊兔子这样很可爱 很耳熟能详 有看过的这样子一个居家的一个宠物的造型意象 放在桌上就会让你非常的疗愈 适时的舒缓您平时工作的压力 跟你念书个课业的压力 而透过这张图同学们可以更清楚的看到 透过EBA材质特性的方式 它的技术做出来 不管是它在视觉上跟触觉上都蛮创新的 因为它是用了很不一样的一个工业用的发泡材 然后运用在于我们生活周遭的一个生活的一个文创的一个设计商品 然后同时有不同的可爱的动物的造型 然后可以放在桌上有达到疗愈性的效果 而它的主功能就是可以放置你的手机 可以直立放也可以横放 所以不管是在功能上 材质运用上 还有社会趋势上 还有二次回收回收环保的这个议题上 我们都有针对这样子的科技议题 有达到我们所要的一个趋势的一个需求 那这样子的话 这样科技创新的这样子的议题 透过这样的创业去执行的话 就会比较符合到我们刚刚所提到的技术是什么 你要解决是什么 你要运用在哪里 你试图要解决消费者什么样子的潜在问题 那这个图的部分就是实体的模型 刚刚上一个图是实体的3D模拟的图 那这个就是真实做出来 可以直接上市去贩售的一个实体的商品